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可憐 你們都好多功課 現在小可樂跟小西打 都沒有功課 他們每天就是玩就好了 這個阿姨壞臭的 後來讓我有點小小倫口言 是因為媽媽問完說 等一下我們要去哪 然後大人說 小聖阿姨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 然後第二個就過來 小聖阿姨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 等一下要去哪 最後一個就比較衰 小聖阿姨就要去哪 我快點去 兩個跟著走啦 真的 聯繫四個這種皮疙瘩 每一天 其實到現在知道去歌有多苦了吧 對 這樣有胖胖有胖胖 我們還好都沒去 我真的覺得還好 真的 而且會做蠻多溫度的 妳當家 這位到底 誰都要 再來小熊就要 上學讀書以後呢 有很多的時間 就要跟著小孩子讀書的時間走 然後他就一輩子就被學校囚禁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你會發現 暑假這段期間 是 然後小孩就會非常開心 大人 是 因為妳不知道暑假 他到底要幹嘛 妳只要幫他安排一些事吧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他現在在家還沒上學 我們每天都在崩潰中 那妳盡快讓他上學 我 現在我還滿期待讓他上學 雖然小孩 說實話 因為大人為什麼會覺得暑假 因為小孩就在家 對 那妳要顧他 妳又不能單決讓他在家 要去安排一堆東西 因為他也會覺得無聊 他當然會無聊 所以他現在每天早上 因為他有上一兩個小時的課 他每天早上起床就說 媽媽 起床 起床 上課 他現在這麼喜歡上課 OK 這個孩子好 這個孩子好 而且人家都是媽媽叫小孩 是他叫我 這個媽媽好懶喔 對 沒有辦法 媽媽很晚睡 可是說實話 我不曉得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自己以前過暑假怎麼過的 現在的人等到當了爸媽以後 好像對小孩要求都非常多 都忘了譬如說要趕暑假作業 其實我們以前也沒有很快寫 也是都到前一天才寫 一定是前一天 我們待會問一下現場來賓就知道 誰暑假 有的還沒寫 然後但是當妳要教小孩的時候 顯然就不會是這樣 來 今天現場的來賓 他們家小孩暑假今年是怎麼安排的 而且我們待會為了要知道真相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安排一個測試 你就知道小孩會不會說什麼話 來 請歡迎介紹現場來賓 來 歡迎你們 請問一下暑假作業自己小時候 在收假前一天 前兩天才寫的請舉手 我承認我了 沒有耶 真的嗎 還是你們跟我都不寫了 怎麼可能 我一定是前一個禮拜全部寫完 真的嗎 我承認我是前一天寫的 沒有 我是 我承認我是什麼 就第一個禮拜 我會寫很多 前一半 對 然後接下來就不寫了 然後等到接下來剩下 全部都是在最後一個禮拜左右 應該是有分 因為有一些是他會 有一些是什麼 你暑假去哪裡 對 那個你就必須要留到最後 你玩完之後才能寫 而且我記得 每次都會有 以前我們都會有書法 然後一整本的書法是一天寫一頁 我就是 一本都寫完 對 那一整天我的功課就是寫毛筆 我就整天就把那一本寫完 真的好有計畫 我每天都在拚 因為這樣比較快 只要磨一次末 對 然後我就會計畫 這一本什麼是 禮拜一寫 然後這一本禮拜二寫 這樣我一個禮拜就可以寫了 就是一下補照片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寫書法 對 因為功課太多 有一次因為我們家兄弟多 然後有一次就我哥哥他們叫 怎麼那麼多 然後大家就分頭下去弄作業 結果後來 因為我有一個哥哥的書法 寫得非常漂亮 結果我哥把我的字拿來看 算了 我沒有辦法寫 我常常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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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用著手寫 老師都知道這不是你寫的 沒有 萬一他幫你寫 那個會更麻煩 老師就會派你參加書法比賽 那時候我就會跟老師講說 老師 這個成績太低 我不能寫 我有多小時候 寫書法課的時候 我因為老師等一看 我就用瞄的 你知道那個幫他提示 這樣做不愛 然後我瞄完之後 好不容易 那一天好死不死 老師就說 胡銀鎮同學 說把各位同學去看看 胡銀鎮同學怎麼寫書法 那 雖然是站在我旁邊 然後我寫完之後 老師就說 你今天寫得很不一樣 因為不能瞄對不對 對 老師 我今天手抖 像我會瞄 也算厲害 我的書法就寫得很好 所以我絕對不會請人家 什麼 書法 反正要來書法 書法 你愛簽名 拿一個書法來 我真的寫得很好 而且我的字很漂亮 對啊 NO 我跟你講 包括我平常 因為我很愛寫字 看不出來 因為他講為什麼你們沒有一個人相信的 這樣子 你看過 你還沒聽過 對啊 因為從我們出來工作 接通告到現在都知道 這樣比較好解嗎 這不要講話好解 沒有 我說的是真的 那那個白板 然後來一筆書法應該更 也還好 不會差太多 春眠不覺小就好了 寫這麼多 五個字 五個字 不是 不會寫這幾個字 重點字 他不是說 他會寫 春眠的眠 春眠不覺小 應該不會很難把 哪一根眠 梅花草的眠 對 這樣怎麼 這樣會不一樣 布裝的布 對啊 沒有 妳穿回去 配這個好像倒著眠 真的還不錯 對 對 妳會寫 這不好寫 這蝦料不錯 剛我哥 這不好寫 沒多了 這幾個動畫 很小我都還會倒過來 人家 雖然寫不夠 但人家是整個配的 她的氣真的很不錯 吃勁了 不好意思 真的 她可以這樣寫 妳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倒著唸 好 來 少多字落花 生與放大葉 講文題處處 小學不眠春 春眠不學小 所以妳平常的功課 都是倒著唸嗎 到底是特殊記憶嗎 可能是因為我們 演舞台劇的時候 都必須要倒著唸 所以我覺得 裡面的這一段 春曉倒著唸 OK 念完大哥我在唸什麼 不是 剛才所有的人 很多都是小時候的記憶 一直到現在 可是裡面只有 只有春曆跟我們倆一樣 功課都是拖到最後 我覺得她比較誠實 真的 因為就是不愛寫功課 所以前面的時候 就跟大家玩 然後到最後我們幫她問說 妳寫了沒有 寫了寫了 今天該寫了妳寫完了 其實暑假說出來 這麼長的時間 現在的爸媽大概都會幫小孩 安排一些事 對 那如果比較以前的呢 其實以前暑假 以前暑假 誰小時候有參加過什麼營 什麼夏令人什麼的 沒有 就放牛吃草 然後在外面 就是小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念魏黎的時候 游學 游學 那是貴族學 你要知道她小我們 小我們很熟 對 對 她媽跟我同年 而且我們那時候是住 那個寄宿家庭 然後就是去游學這樣 你們現在很喜歡在暑假的時候 安排帶小孩出去玩 對啊 是因為瓜哥以前在暑假的時候 就會帶你們出去玩 是因為我媽很要求 我媽很在意這個 我媽很在意這個 對 然後就比如說像小時候 我印象當中 就是暑假會去日本啊 或是會去哪裡 而且有一年我媽還很瘋狂 因為那一年我是國小畢業 要升國中 然後呢她那一年暑假就說 走 我帶你去燙頭髮跟染頭髮 她就帶我 燙了爆炸頭然後染頭髮 然後那一年我忘記我們是去哪裡 可是呢因為 也是我媽玩到我返校就都忘了 結果呢 來不及去把頭髮洗一遲 我就這樣子爆炸頭進學校 還被人家以為我是家長 對啊 小生 要被人認為是家長 除了因為染頭髮 可能也要讓人家覺得很早熟 也很早熟 是爆炸頭我確定 爆炸菜頭成熟 是爆炸頭我確定 發音也比較好啦 那至少是比較流行 我是我國小生國中的時候 我媽說國中就是要耳上一公分 然後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不想剪 因為我頭髮流超長 然後我記得那天要去剪頭髮的時候 我還邊走一點邊哭 然後我就去剪了 就說原來上國中 是這麼可憐的一件事 所以就變小刮呆 然後一到就是第一天報到日 暑假有美夢碎 王彩華讓小真背黑鍋 本來要去美國有沒有很開心 本來要去的時候 有啊 結果媽媽怎麼跟妳說 後來 聽Jerry來的時候 他們不去我們 沒有很失望吧 有啊 超失望的是不是 對 有啊 我們去的時候那個時間是 因為A馬 因為A馬要去 就是學校也要報到幹嘛 就要配合A馬 對 要演 演 好事就要成雙 新霞世界 今日主題內策 不好玩 雙倍退款 然後我就去剪了 就說原來上國中 是這麼可憐的一件事 所以就變小刮呆 然後一到反 就是第一天報到日 只有我一個人 根本就沒有法徑 神經病 因為晚上還沒有啊 我們在那邊 就是整全球都沒有啊 又沒有法徑 台灣以前是 這樣說應該早上又被 被逼迫被阿姨逼迫去賣檳榔 對 我還去賣檳榔 對啊 讀書的時候 暑假是妳要賺錢的日子 我平常就要 平常早上就要去賣檳榔 然後暑假可能還要去做家工 對 我們都還會有 手工藝品來家裡做的 家庭代工 家庭代工那一種 每個人不會覺得 年代都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不一樣 所以他到現在還是 就是暑假也成本 還是做他 那像這樣的話 會不會妳現在會希望說 把妳以前沒有享受過的 盡量彌補在小孩身上 當然 我就會給我的小孩 就是比方說暑假他們想要去哪裡玩 我就盡量會讓他們去玩 讓他們跟著真理去玩 不是 當然我也要再 但是我會覺得 第一功課一定要先寫好 寫完之後 妳要玩妳就開心 而且可以很放鬆 就很嗨的玩 就沒有任何的狀 那個時候的生活 因為其實平常講 那時候的同學 一定要很多人暑假 大家就到處玩或什麼 那時候後來尤其像 暑假結束以後 或是中間聽到同學講說 我又去哪裡 我又去哪裡 或什麼什麼 心裡面會不會有一點萬壇 會羨慕 會喔 會很羨慕 但是萬壇也不好 我們那時候在高雄 我那時候讀國中的時候 我爸爸在賣麵 陽春麵 我還跟著在賣麵 洗一碗早上還起來 暑假就是洗一碗 然後固定 然後在那邊寫功課這樣子 對 就是一直在工作這樣 然後聽到這邊是說暑假 去遊學 然後去幹嘛 今天是兩個世界 在討論暑假的生活 真的是兩個世代 這是我命比較壞 對 好 那今天 為什麼今天跟這些 媽媽們要聊這些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知道 在這個暑假裡面 他們的小朋友 譬如說功課 媽媽可能還是會盯著說 要帶你去玩以前 你爸爸把功課要弄好或什麼 是不是真的 真的弄好了 或是小朋友對於媽媽 爸爸媽媽安排的 暑假生活到底滿意或不滿意 因為財華 蛤 你們家 他本來你這個暑假要帶你們家 一帆跟婷婷他們 嗯 去美國 本來要去美國 你是小貞約的 後來是小貞 本來是他們生人 跟婷婷約好 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他美國 可是因為我的時間好像 我那時候要宣傳電影什麼什麼 比較不方便 我說那不要 他們就一直就好了 走 小孩子你不用來沒關係 小孩我們帶就好 大家都知道 連你家小孩都說你不用來沒關係 我就想說那我這樣子一直麻煩他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想說 然後你就把小孩送去了 沒有 後來我就想說那我不然我就看哪個禮 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好 Nono訂婚 然後又結婚 剛好6號跟12號 剛好卡在那個時間 所以我已經答應Nono 我是沒人剖 所以我一定得去 所以後來就說我不然我就幾號飛 然後去一個禮拜我就回來 OK 但後來又 後來本來就去遊學 我想說還幫他們去上上課也蠻好的 這樣子 美國學校都講英文什麼 很棒這樣 後來就 可能 到最後就變成說 因為 課程 我們去的時候那個時間是 我就搭不上 搭不上 因為A馬要去 就是學校也要報到幹嘛 所以要配合A馬時間 就變要延後 延後 對延後 所以問題就出了A馬 你們兩個 明明就是因為你們兩個 這錢太貴 然後就不去了之後呢 Vicky就說 那這樣也覺得很貴 我說那不然這樣子 那不然你就不要去上課 就不要去上課 因為她三個就差很多了 對 她就不去上課之後 就變成我們三個禮拜 就是只去那裡 那A馬就對 他們就去玩 因為我們去 他們去上課之後 住的飯店很貴 而且這其實是一點 等一下 妳現在才 要不是小聲講 妳也不會講是因為錢 我們就還好 天氣又來了 好 要不是一塊 妳這樣 天后應該不缺錢 而且當然說到 都是因為A馬 對 A馬是她的 你們就找個理由 不是 後來我也覺得 但沒有去上課 然後三個禮拜在那邊玩 我又沒有辦法在那邊 然後這個費用有一點高 所以我就 那選擇我們去日本迪士尼好了 所以美國沒去 我們美國 我們沒去 對 我跟Vicky去 就小聲跟Vicky 他們一起去玩 三個禮拜 小花妳不去 妳有問過你們家寶貝嗎 就我們不要去了好不好 因為時間 她應該很沮喪 一開始 一反到我們不想要去美國 但後來怎麼又說要去了 後來我就說 那我們不要去